您有一通新留言 那天坐着机程车一样的 在上班路途的分秒必争中 这条上坡路大排长龙 忽然红灯变绿灯了 排在最前面的第一台车还如如无动 后面的车龙蓄势待发 蠢蠢欲动,静然还不能起步 果真,不耐烦的喇叭声即刻随处响起 我当下的反应是 哇,排第一台车压力好大 司机大哥回复我 对啊,排第一台车心脏总是要强一点 有时常常会被后面的骂 这是从队伍的后方往前看的视角 但如果我们身为最前面的那台车呢? 最近在脸书上看到一位同事返乡 遇上了交通管制 排着排着,自己竟然成为了第一台车 内心开始起了许多疑惑 是在这里等没错吧 而底下的留言区块更是生动地讨论起来 作为第一部车都是要有坚定的信心 身为第一辆开路先锋的车 责任非常地重大 必须聚精会神勇往直前 领重 确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但身在团队中 我们却时常这样地想着 天塌下来 总是会有最高的人顶着 站在最前面 似乎有着挡风挡雨的宿命 从今看过一部电影 名叫做《破风》 剧情是描述自行车队中的队友 在激烈的竞争中 个人与团队的考验与抉择 脚踏车队的比赛 其在第一个的通常是挡风的人 他的任务就是要掩护后方 最后能有充足体力冲刺的队友 而这位担任破风的破风手 他的实力 其实是跟负责冲刺夺冠的冲线手 不相上下的 这出戏的导演说 世界上各地 都会有很多杰出的冲线手 但是每个冲线手 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位 无私奉献的partner 也都希望 有好的破风手来帮自己 但如果我们身为破风手 如何甘愿呢 导演说这部戏 他其实最想呈现的内涵就是 我不一定是要做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但我可以做到 在我的岗位中最成功的那一位 这就是破风的精神 或许先不计较个人得失 愿意投入并肩作证 就是一种团队精神的展现 网络上对团队精神的名词解释 具备有三个元素 一要顾全大局 第二要有协作的精神 第三是服务的精神 验行理论说 当验鸟群以V字形的队伍排列飞行时 比每一只验鸟自己单飞时 来得更加省力 并且至少增加了70%以上的飞行距离 所以白话来说 验群一起飞翔 比自己一只单飞来得更加省体力 也来得更快到达目的地 其中的影响因素 是互相要做领头挡风的第一人 所以能拥有相同的目标 团队同行时 彼此之间能互相分担被动 这就是关键了 而我们在团队里 所要做到的 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任务 就如胡适 曾经勉励青年学子的这句话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 而功力必不当捐 团队里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本分时 也都存在着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 记得我的导师曾经说过的这番话 此刻让我深有同感 正言上人说 菩萨队伍浩荡场 要感恩前面有人 让我们不会迷失方向 也要感恩后面有人跟上 让我们很有安全感 天下事 是一个人 做不完的 您的留言已完成 如有其他辛勤留言 请到多用心FB 或是多用心Podcast 进行留言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